導演你要好好講一下 剛才編劇的時候還沒講到對不對 厲害啦 這個片子 謝謝 然後我們全球直播 紅色的燈有很多台 看著機器說 好的 在創作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想法很單純 就是想要寫一個能夠法律普及的 包含還有包含對於法律類型故事的 一個探索的一個這樣子的創作 那當然非常非常高興 能夠獲得今天這樣的成績 那也謝謝評審的肯定 那對我來說 他更確立了我未來創作的方向 這個條路是對的 那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 那今次有什麼要補充的 就是那個最佳影集 對對對最佳影集 對對對 那個 因為我們劇組真的非常優秀 所以當然有這個結果 我當時是不敢想的 但是我們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做這樣 然後所以現在 我真是要謝謝所有的人 還有謝謝觀眾喜歡這樣 謝謝 太精采 因為我是從頭看到 我看到的時候覺得這是神片 然後就想說天啊 為什麼 這麼幸運可以參與到 這部神片的這個演出這樣子 不知道南港劉德華小弟弟我有沒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 我跟你們講 為什麼我今天會出現在這邊好不好 是 找工作 好的 那現場還有沒有人要有問題的嗎 有嗎 沒有 沒有的話 好 那我們就謝謝 謝謝 再次恭喜 我們的巴士們的辯護人 榮獲本屆第59屆金鐘獎最佳迷你聚集獎 恭喜 恭喜